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大多数中国人即使从未去过乌克兰 也依然能够感知到他的贫困 有大量的乌克兰人在中国上学和工作 与那些来自西方核心国家享有各种特权的白人相比 他们真的是来打工淘金的 他们可能是在中国下沉最深的外国人 空间上从北上广深到五线小城 行业上从英语教师 多数时候他们需要冒充英语国家人士 到模特 群众演员甚至某些特种行业 以及中国商人进行营销推广时 拿来撑场面的外国人俗称白猴子 总之这些人什么钱都挣 唯一能仰仗的只是自己欧美人的面孔 为了更好的在中国生存 他们还会比其他外国人更努力的去学习中文 最后这一点倒是一个很好的意外收获 在这场战争中 中国官媒的内宣和俄粉民众的言论 都被乌克兰人民第一时间得知 而且乌克兰人的声音也被这些民间外交官 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华语世界 作为一个曾经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 习惯了鬼老们对妈妈妈骂的气聊态度的人 一下子发现这么多讲中文自证枪 原连四声都能分清楚的白人 第一反应是相当震惊的 连远隔万里 从来都不是移民主要目标的中国 都有这么多乌克兰人在打拼 可以想象在欧盟美国会有多少 据统计90年代以来 乌克兰有500多万人移民国外 同时有200多万人长期在世界各地务工 这其中最多的就是在欧盟国家 但从硬件上讲 它确实不应该沦落至此 它广阔的国土是世界最大的肥沃黑土代 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第一大葵花籽出口国 历来被称为欧洲粮仓 它继承了第二多的苏联工业遗产 能造中国造不出来的航空发动机 能生产世界最大的运输机 甚至中国第一艘航母也来自那里 这样一个家底雄厚的国家 不仅跟西欧差距巨大 比起之前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 东欧邻居也有着天壤之别 30年前它跟波兰 匈牙利 杰克斯洛伐克等前华约集团国家的人均GDP水平 不相上下 现在却仅有他们的六分之一甚至更少 乌克兰不止经济拉垮 其政府更是长期以软弱和腐败文明 据透明国际的统计 乌克兰的腐败程度位居全世界第152名 俄罗斯位居第163名 半斤八两 另外讲一句 中国大陆还能排到第90级 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 国家经济也长期被各种体制改革中 利用权力背景崛起的寡头所掌控 而且乌克兰没有中俄两国的天降伟人 这些寡头似乎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就更加彻底 像人称天然气公主的前总理金莫申科 前总统糖果大王波罗申科等 在建中世界许多人看来 乌克兰条件这么好 去混到这个份上 显然是民主不能当饭吃的又一铁证 毕竟对于绝大部分把外国都当成一个地方的中国人 除了自己跟俄爹的几个小跟班 其他都是被资本主义毒害瞎搞民主的典型 有些了解了一点东欧政治三手信息的董王 则会列举2004年到2014年 乌克兰所谓历次颜色革命 这些人言之凿凿的声称 乌克兰就是被一群煽动民粹的寡头所裹挟 异乡情愿的亲近西方 背弃了历史上的祖国大俄罗斯 落到了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地 这些人确实说出了部分事实 乌克兰经济的长期落后 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动荡腐败严重 而这又与经济低迷互为因果 年龄稍长的中国人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 中国许多地区经济凋敝 体制内人员工资长期拖欠 只能找一切机会出售自己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利 这种普遍没有底线的腐败 对商业环境和社会方弃的毒化作用 要比普通人不容易接触到的高层利益交换要严重得多 据油管上几位长期在乌克兰生活的华人 如王吉贤占地记者老赵所言 在这次战争之前 乌克兰此类日常腐败确实比中国更明显 这种点点滴滴 但却无处不在的腐败和低效 极大挫伤了外国资本的投资意愿 但这种状况并不能说是腐败寡头有意味之 谁不想经济好了 像中国的官员富商那样捞更多钱呢 实际上这些寡头虽然财富来源有许多争议之处 但多数人对国家的忠诚并无疑问 这次战争中 他们许多人有的散财募兵 有的奔走各国游说募捐 有的还倾上前线 要说他们真的不负责任把国家搞坏 其实是不公正的 至于简中人对各种民主低效的嘲讽 听听就好 即使我们不看西方成熟民主国家 就看看普遍被认为失败的乌克兰自己 在这次战争中 核心决策之高效 民众动员之充分 资源调度之灵活 都与普大地之侠 臃肿腐化昏溃满含的俄罗斯战争机器 形成了宣明对比 这恰恰是自由民主给社会注入力量的体现 乌克兰的多年悲剧 根本在于地缘和历史原因 造成了政治上的长期摇摆 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历史上长期为波兰和奥匈帝国统治 一直被中欧文化影响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波罗的海三国转型成功 加入欧盟后经济繁荣 人民富裕的境况 更加强了乌克兰人加入欧盟的决心 而这里的农产品也迫切需要进入欧洲市场 而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在聚集着苏联时期建立的大批国有重工企业 在苏联时期还有大量俄罗斯人迁入 这一带的俄化程度较高 语言文化和经结构的差异是 东部和西部之间 亲欧和亲俄的分歧 加上各种历史纠葛 造成乌克兰独立后二十多年的历史各种动荡 以至于普大帝在发动入侵之时 甚至轻蔑地否认它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资格 这种分歧本身还只是历史遗留问题 更严重的是旁边有强大的恶林 不断利用这种矛盾达到扩张的目的 自普京上台以来 俄罗斯重拾其扩张路线 但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转型 比乌克兰还要失败 俄罗斯在大地之下 没能重建任何有技术含量的行业 彻底沦为了世界加油站 经济总量不如中国广东一省 但他从苏联继承的庞大战争机器和征服野心 使他将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 看成自己独占的势力范围 俄国在前苏联国家都有一批固定支持者 那些在苏联时期被派到这些地方国企工作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东部的中工业地带是他们最大的聚居地 这些企业普遍规模臃肿 技术老化效率低下 放在中国有个专门名词形容他们过剩产能 对于在这些地区这类企业中的人 尤其是那些苏联时期来自俄罗斯的人 加入欧盟对他们意义不大 甚至他们赖以为生的老国企 很有可能被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迅速冲垮 而俄罗斯在2010年左右 依靠能源出口一度财力雄厚 比乌克兰高得多的养老金 极大地吸引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部分居民 用财经视角剖析热点中的深层逻辑 嬉笑怒骂间把握喧嚣下的中国脉动 内容相当靠谱 形势绝不严肃 这两股力量不断地撕扯着这个新生的国家 俄罗斯经济凋敝 抛弃欧洲跟它混大概只有受穷 但亲欧派即使上台 乌克兰与欧盟入盟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 要加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很容易被失望的民众所抛弃 这让乌克兰经历了失去的20年 毕竟谁也不希望在一个政治战争中 但对不明确街头革命频发的国家投资 但总体上讲 不论是讲乌克兰语还是俄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希望融入欧盟越来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命意 但普大帝之下的北极熊 虽然没什么钱 但搞事情的能量还是很足的 对于乌克兰这个闹着要投入别人门下的前妻 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绑住不能走的 而且俄乌毕竟是联系其身的同源兄弟民族 他们本来自己也不想跟俄罗斯把关系搞砸 也想像某些简中野生国师那样 在俄国和西方之间左右逢源 但这个时代 这种骑墙态度可能更会遭致里外不适人 甚至两头受气 从根本上来说 乌克兰的问题根源只有一个 普大帝的俄罗斯帝国 具体讲就是北极熊 与他那与经济实力完全不匹配的霸权野心 经过这几十年不想选边站的痛苦经历 乌克兰人包括东部俄语区的人 向西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这次战争中 乌克兰人民为何有如此坚强的抵抗意志 许多人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都表示 希望我们的牺牲能换来下一代的美好生活 因为他们穷太久了 实在穷怕了 如果能够彻底打败莫斯科 那个一直阻止他融入欧洲的旧时代的鬼魂 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2013年 是乌克兰国内亲俄力量达到顶峰的一年 时任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 宣布放弃加入欧盟 同时深度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 这极大激怒了乌克兰大多数地区 渴望融入欧洲的人民 经过首都基辅激烈的抗议示威活动 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 他本人流亡俄罗斯 并在今年的战争中 成为极不光彩的卖国贼 在这段混乱时期 普京大帝趁机出兵 兵不血刃地拿下了 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 并操纵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两个傀儡共和国的所谓独立 此时的乌克兰处于最虚弱的时期 继承自原苏军的军队 大批溃散或投降俄罗斯 国家激起激进瘫痪 大帝若是那个时候 全面出兵攻入内地 大概他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 但这一屈辱也成了 这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转折点 首先是被公然入侵 无力抵抗的屈辱 让乌克兰国内一度势力强大的 亲俄派政客被迅速边缘化 即使是东部讲俄语的地区 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 其次是这一巨变 推倒了低效老朽的官僚机器 给大批在西方教育下成长起来 年轻人提供了机会 这一期间 担任总统的糖果大王波罗申科 面临当时已经实质去军事化的国家 甚至用自己的钱聘请西方教官 按照北约国家的标准打造军队 这只按照西方标准建立军队 经过顿巴斯地区的八年轮战 在如今的抗战中 打出了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好成绩 彻底戳破了普大帝 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画皮 这位算是寡头之一 富有争议的前总统 也在任上利用人民教育水平高 成本低廉的优势 大力吸引外资 发展面向全球服务的IT外包能产业 在他的任上 乌克兰成为世界第五大IT服务出口国 中东欧地区最大的软件开发市场 获得了东欧小硅谷的美誉 现在看来这一选择极其明智 在保家卫国战争中 乌克兰的马农们利用 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乌克兰的马农们利用 美国和北约给予的情报支持 极具创意的指挥军队 用劣势武器打出了一场 21世纪的信息化游击战 普大帝隐仗的钢铁洪流 被仿佛从迷雾中钻出的 乌克兰战士们用标枪导弹精准开合 先进的五代战机被轻松击落 俄军如同瞎眼巨人般陷入初春融化的沼泽中 短短一个多月就付出了 超过其二战后各次战争之和的重大损失 当然在我们印象里 俄罗斯也是富有盛誉的文教大国 IT信息技术大国 但掌握绝对权力的普大帝 却是一个不会上网的冷战基层特工 其决策层也明显是上一个时代的人 而在风暴中被迫从头再来的乌克兰 意外提供了更多新人新力量的上升空间 按照右派稳定秩序 左派促进公平的规律 2019年乌克兰人选出了一位年轻的政治素人 刚刚在一部政治讽刺剧中扮演总统的喜剧明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担任总统题外话 他这部剧其实主要攻击的就是波罗申科和其他寡头们 并提倡在入欧的同时搞好对俄关系 这位曾经被全世界嘲笑的演员 如今已经是乌克兰人民的抗战领袖 全球自由力量的精神象征 这位演员总统上任后 推行了大量打击腐败限制寡头的政策 乌克兰经济进一步融入欧洲 虽然他出身东部俄语区 一直致力于推进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 但乌克兰逐渐完备的军力 加上民众越来越普遍的独立民主入欧的信念 让普大帝感受到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机魄 直至2022年2月24日 他做出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决定 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一个月了 普大帝声称的乌克兰中立化 非军事化 去纳粹化 完成的怎么样了呢 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和北约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欧盟委员会主席 亲父吉辅向泽列斯基总统发出了加入欧盟的邀请 俄罗斯自己倒是快要被打到去军事化了 俄军在乌克兰制造的一系列战争最新 更是让自己变成了新时代的纳粹 俄罗斯被大部分发达国家实行了核弹级的制裁 已经变成了大号朝鲜 至于乌克兰战后的未来 我对此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保卫自由世界之战 而作为一线作战的战士的这个国家 80%的年轻人拥有大学学位 在战争中展现出了超强的凝聚力 可以预见通过这场战争 消除了欧洲主要的地缘政治风险之后 它将会以崭新的姿态加入欧洲大家庭 作为一个已经拥有成熟民主制度的国家 之前困扰它的腐败等问题 多数都可以在大量的外国投资之下 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大地们老了 一个个Z时代的新国家 将会在全球化空间调整 内部深化浪潮中逐渐成熟壮大 不仅仅在东欧 在东亚和其他地方 乌克兰的苦难和光荣都会提醒我们 自由繁荣和幸福 是需要代价去争取和捍卫的 而且未必就能一次成功 但如果你连这点代价都不想付 那你连碰到它的机会都没有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继续相约中国最前线 我是紫钊 再见 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